母猪妊娠诊断是指在配种后尽早诊断出母猪是否妊娠,以便对怀孕母猪进行科学管理,同时检出空怀母猪并及时补配。 妊娠诊断是母猪繁殖管理上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怀孕母猪保胎,缩短胎次间隔,提高繁殖力和经济效益,减少无效饲养造成的经济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应用必超技术进行母猪妊娠诊断,操作简便,准确率高。 今年来,在大型的养猪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在年初蓝量5000头以下的中小规模养猪场,还有待进一步普及。 2014年、2015年,猪必超妊娠诊断技术连续两年被农业部列为主推技术。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猪必超妊娠诊断的相关知识。 母猪的妊娠期指的是,从母猪卵子受精开始到产子这一段时间,整个过程大约为114天。 从母猪配种当天到配种后30天为妊娠前期,配种后31天到80天为妊娠中期, 配种后81天到分娠为妊娠后期。 传统的妊娠诊断方法以观察法为主。 其中,准确率最高的方法是, 在配种后60天左右观察母猪腹部。 如果能观察到明显的隆起,即可判断为妊娠。 但由于这种方法诊断时间过晚,不能及时给妊娠母猪增加资料和采取芬兰等相关措施, 会影响到胎儿的正常发育。 所以在世纪生产中, 更多的是通过观察母猪的发情情况, 结合母猪的性情及生殖器外观等变化来进行诊断。 如果母猪在配种后不久重新发情, 就认定其为空怀母猪, 而没有发情的,就认为已经妊娠。 这种方法虽然简单易行, 但不够准确, 因为子宫蓄膿、子宫炎等情况发生, 也会出现不发情的情况, 从而导致误诊。 如果空怀母猪在配种后25到28天, 第一次运检时被误诊为妊娠母猪, 一般到配种后60到80天才能发现没有妊娠。 这样在一到两个月的时间内, 都会将空怀母猪当作妊娠母猪饲养, 对于猪场来说,损失巨大。 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 开始将B超技术应用于动物检测。 经过多年的发展, 现在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技术, 并且日益应用到母猪的妊娠诊断工作中。 应用B超技术进行母猪妊娠诊断, 可以及时准确地诊断出母猪妊娠与否, 提高规模化猪场的经济效益, 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那么具体来说, B超妊娠诊断技术都有哪些优势呢? 传统的观察法要想准确地确定妊娠, 需要在配种60天以后, B超检测在配种后25至38天就可以进行, 明显提前了诊断时间, 提高了管理的效率和有效性。 通过生相图, 操作人员可以直接观察到 以配种母猪子宫内的情况, 从而判断是否妊娠。 不需要通过观察母猪的发情情况、 外表及性情变化等信息进行判断, 大大降低了诊断的不确定性。 通过B超对母猪进行妊娠诊断, 准确率可以达到98%以上。 那么,猪必超妊娠诊断依据的是什么科学原理呢? 频率高于2万赫兹的声波被称为超声波, 是一种人耳听不到的声波。 超声波在传播过程中, 如果碰到障碍就会产生回声。 不同的障碍物所产生的回声也不同。 B超技术就是利用这一原理向母猪体内发射超声波。 由于母猪身体组织的界面形态、 运动状况以及对超声的吸收程度各不相同, 其回声具有一定的规律和特性。 经过仪器的处理, 就可以得到不同身体组织的B超影像,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身相图。 再结合母猪生理、定理解剖等知识, 通过观察、分析、总结这些不同的规律, 就能够对检测部位的性质或功能障碍程度, 做出概括性以致肯定性的判断。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进步, 人类在B超操作以及生相图的识别上,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操作人员借助熟练的检测技术, 以及丰富的生相图分析经验, 可以准确诊断出母猪的妊娠情况。 那么B超妊娠诊断 应该在何时进行? 如何操作? 又该如何根据生相图 判断母猪的妊娠情况呢? 猪B超妊娠诊断需要进行两次。 第一次妊娠诊断 一般在配种后25到28天, 目的是检查母猪是否妊娠。 第二次妊娠诊断 在配种后35到38天左右, 目的是进行复查, 以便更加准确地 确认母猪的妊娠情况。 进行妊娠诊断之前, 需要将母猪保定。 可将母猪在线位栏内 自由站立, 或在保定栏内 侧卧保定。 保定母猪可以使母猪 在诊断过程中保持安定状态, 方便检查地进行。 您看, 这就是一台便携式B超检测仪, 包括主机、 突震探头、 藕合剂等几个部分。 检测之前需要连接好B超仪, 检查各部分完好后, 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把探头、 连接线挂在操作者的脖子上, 打开B超仪, 调节好对比度、 灰度和增益, 以适合当时当地的光线强弱 及检测者的视觉。 在母猪倒数第一至 倒数第二对乳头复壁侧, 涂布超胜藕合剂, 或者在探头上 轻轻少许涂抹藕合剂。 探头吐藕合剂后, 置于检测区, 将探头紧贴皮肤, 方向朝着骨盆腔入口, 调节探头前后上下位置 及路设角度。 首先找到膀胱, 再在膀胱顶上方 寻找子宫区或卵巢切面, 进行前后和上下的定点扇形扫茶, 动作要慢。 妊娠早期培胎很小, B超探查要细心慢扫 才能探到。 所以技术人员在操作过程中, 一定不能在皮肤上滑动探头快速扫茶。 由于在妊娠28天以前, 子宫通常还没有下垂接触到腹壁, 所以有时需将探头贴于腹壁, 向内紧压, 以便更加接近子宫, 提高减除率。 通常在倒数第一至倒数第二对乳头腹壁侧之间, 移动探头就可以确诊。 若未能确诊, 则可以适当调节探头角度, 或者增加藕合剂的涂布量。 未孕母猪的诊断需要做腹壁两侧探查, 以免误诊。 当用探头对母猪进行探查时, 在B超1的屏幕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生像图了。 超声波进入母猪体内后, 遇到不同的组织界面, 反射或者散射, 形成了回声。 回声被B超接收放大和处理以后, 以不同的形式显示在屏幕上。 这就是生像图。 你看, 生像图中, 图像的大小和明暗程度都各不相同。 图像的大小反映的是回声界面的大小。 图像从亮到暗的变化程度成为灰度, 反映的是回声的强弱。 回声越强就越亮, 反制就越暗。 母猪体内的各种组织器官, 因其形态结构不同, 对于超声波的反射和散射, 也各不相同。 在生像图上就会表现为大小和灰度的差异。 母猪体内的病变也会引起某些组织结构的改变, 从而使其生像图发生变化。 比如, 超声波在通过液体时没有回声, 在生像图上就表现为无回声暗区, 又称液性暗区或液性无回声区。 母猪体内常见的液体, 如尿液、胆汁、血液, 就是典型的液性暗区。 一些病理性肌液, 如胸腔肌液、腹腔肌液、脑肌水、 血肿、浓肿等也表现为液性暗区。 但浓肿又凝血的血肿, 在液性暗区内会有细小的弱回声。 一些器官如肾锥体、淋巴结、 肾上腺皮质等, 引起结构均一而具有较好的透声性能, 在生像图上也表现为暗区。 这种暗区称为弱回声或实质性暗区。 而肝脏、脾脏、子宫、心肌等器官, 在生像图上表现为中等回度的回声, 称为等回声。 生像图是B超诊断的重要依据, 正确分析生像图是准确判断母猪是否妊娠的关键。 对于妊娠母猪的B超诊断来说, 生像图的识别并不复杂, 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椭圆形的暗区, 这就是孕囊。 孕囊是怀孕最初的形态, 母猪怀孕初期会产生孕囊。 因为孕囊中含有液体, 超声波在穿过液体时, 在图像上就表现为无回声的暗区。 通过这个生像图, 技术人员能够很容易地做出判断, 这头母猪已经怀孕。 利用B超检测时, 如果生像图中显示子宫内成一片灰白色, 看不到黑色圆形的蕴囊, 宫内没有任何内容物, 显现为凝结的白云模样。 根据这样的图案, 基本上就可以判定, 这是一头空怀母猪。 利用B超检测时, 如果生像图中呈现网格状的阴影区, 这是患有子宫炎的表现。 事实上, 在现在的规模化养猪场中, 母猪在配种前都会经过仔细地检查, 确认其子宫产后恢复情况, 以及健康状况。 出现这样的情况, 很可能是由于配种过程中的不当操作, 而引发了子宫炎症。 对于患有子宫炎的母猪, 需要及时治疗。 对于怀孕母猪在配种后38天左右时, 还要进行第二次B超诊断, 也就是复查。 通过复查可以排除胚胎死亡的情况, 提高妊娠诊断的准确率。 经过复查确定妊娠的母猪, 就可以进行转栏, 合理增加思维量了。 对于第一次诊断为空怀的母猪, 也要进行复查。 目的是为了防止误诊, 因为母猪胎儿数目少, 以及体型不同, 子宫位置差异等因素, 都有可能导致误诊。 通过复查可以排除这些情况, 实现准确诊断。 对于已经确诊的空怀母猪, 要及时刺激发情, 进行补配。 母猪B超认身诊断技术诊断及时, 准确率高。 相信, 随着这项技术的进一步推广, 一定能够帮助更多的养殖户朋友, 提高认身诊断的效率和准确率, 提升养殖效益。 由于B超认身诊断技术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 建议要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 一旦有拿不准的, 要多请教专家。 在这里, 也祝愿广大养殖户效益越来越好。